我們推動這一個合作最主要的精神就是 它要加強跟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連結 而且是歐洲的半導體的產業 能夠透過我們對立陶宛這個技術的協助 讓台灣能夠獲得更多歐洲半導體的市場機會 那同時呢也讓歐洲的半導體的廠商 能夠採用更多跟台灣有關的半導體的製程 歐洲是市場 同時它也可能是半導體的晶片的供應者 但是它需要台灣的先進 或者說是台灣成熟的半導體的製造能量的支持 那立陶宛它處在中間 它是歐洲 歐洲的半導體公司透過立陶宛的在地的協助 它可以跟台灣的製造的能量做一個結合 我們所協助的這家立陶宛公司 它就是可以集合這些台灣設計 台灣訓練出來的工程師 讓他們在立陶宛在歐盟能夠取得一席之力 所以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比較長遠的人才的連結 我們看到的